雲南歹族一年一度的潑水節 十二號開幕第一天 湧進成千上萬名遊客 與當地民眾一起狂歡 不過拿水槍水桶潑水 已經弱掉了 雲南潑水節的道具 沒有最狂只有更狂 背上一大桶卸妝水 女生看到恐怕都得拔腿快逃 還有雲南民眾扛出頂樓的銀色水塔 藍色的超大型儲水槽 養魚的桃缸 啤酒箱 甚至當地政府還出動消防直升機 潑水節玩到這種程度 讓不少大陸網友都笑瘋了 在去年潑水節期間 德宏州接待了國內遊客 81.05萬人次 國內旅遊收入8.35億元 以潑水節為代表的民族節慶活動 給德宏州帶來了 強勁的經濟發展動力 潑水節的意義 在傳遞祝福和歡樂 順便帶動觀光 不過近來活動風氣 卻有些變了掉 去年有女性遊客 當眾被數十名男性圍攻潑水 竟然還動手拉扯雨衣 甚至有男子 故意對準女性的私密部位噴水 把潑水節變成流氓節 特別的男生以潑水的名義 去絲綢朋友的羽衣 人越來越多 這瞬間就不想玩 我當時覺得可能很多胖 大家還是把肚子給提高一些吧 潑水節期間 禁止用髒水污水等潑人 嚴禁以潑水為名 侮辱調戲婦女 嚴禁堵截過往車輛 圍攻潑水等等 今年當地政府三身五令 要遊客們多節制 別讓美好的傳統習俗蒙上陰霾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